前置業 民眾黨在凱道訴求下架 藍綠要贏回台灣 來聽柯文哲的最新談話 我們的民主與未來 以你們一起實現我們的理想 我要請大家 明天務必幫忙 把這批優秀的人才送進國會 戰狼票投給台灣民眾黨 就是投給民主專業價值 拜託大家 台灣民主化三十年 我們已經不需要發現問題的人 也不需要解釋問題的人 我們需要解決問題的人 我們要堅守台灣自主 兩岸和平 各位 我們只能相信我們自己 所以 我們要合理化國防預算 要達到GDP的3% 不只兩岸 我們更要鞏固印太的和平 我們要永續環境 擴大捷徑能源的發展 加速電網更新 為了下一代 我們必須實施高教改革 推動雙語教育 智慧教育 健康是國立的根本 長照支出要擴邊 全民補助健保 我們要提高醫療衛生支出 達到GDP的8% 強化有效醫療 永續健保 為了居住正義 我會拿出我在台北市時候的魄力 大力蓋社會住宅 大力租金補貼 大力改革稅制 我們也要打造一個真正多元的共融社會 我們會落實產業升級 確保產業任性 給年輕世代一個 打拼就有希望的未來 去年宣布參選時 我曾經說過 只要你們不放棄 阿伯就不會放棄 各位朋友 阿伯沒有放棄 阿伯還站在這裡 阿伯